为在中山区文化路和文明路口 连通德河国小的德河人行路桥 使用多年后预定在4月底前拆除完成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特地邀及当地文化里里长 德河国小校方以及市政府公务处等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讨论拆除前后必须注意的问题 包括拆除后重新划设路口斑马线 维护学童师生以及民众过马路的安全 那经过我们一年多的时间的努力下 也顺利争取到了经费 而这个路桥将在今年的4月份要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然后我们将要配合我们德河国小 我们的出入口处会重新做一个意向 让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变得更漂亮 同时也感谢我们文化里里长 我们也提出的建议就是说 他也希望在我们这部分有一个风雨的走廊 那在配合路桥拆掉之后 还有我们德河国小出入口的意向制造完成之后 我们叛迪长有建议是不是把我们整个的风雨走廊 重新美化家常 也让我们当地的不管是里民 或者是我们上下课的这些学生们 在行走这一段的时候 都可以不要再受到风雨的骚扰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走在这的人情路上 也让我们这边出入小朋友都能够比较安全 这样子这个那个八马县能够增加一下这边 最主要这个遮宇棚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做了 能够美化一下让文化里那个墙壁都老旧了 希望议员能够帮忙 市政府公务处方面表示 预定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利用晚上时间分段拆除这座路桥 顺利的话 四月底前拆除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